問題是請問在場各位同學們 就是你們覺得有選錯科系的請舉授 我想調查一下選錯科系的 好大概有兩三成 OK好 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題是從創商到創業 用啟夢改寫學生的未來 那之前我們剛剛有跟大家分享一句話就是 好命的孩子應該要付出更多 這才是好命的價值 那我剛剛忘記補充了 就是這個好命呢 並不是說我家裡多有錢 就其實如果我是一個單親家庭 而且我還是多生子 那我家裡有很可憐的爸爸爺爺奶奶在等著 那我剛剛講這個好命呢 其實是我覺得是上天賦予我的能力 還有我的一些聰明智慧等等 我覺得這是不是屬於我的好命 甚至有時候創商也是我的好命 好那我接下來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我許邝毅叫我Curry 然後原本是成娜化學系 然後大家讀成娜的時候就發現 天啊我竟然選錯了科系 然後後來是我在家教的時候就是 我發現我在家教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看他改變 然後透過你的努力讓他成長 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後來就考了台詞大教育政策研究所 然後我是啟夢創辦人 然後剛剛有說就是 就是有入選雜學校跟親子跳 天下教育辦 那這兩個其實都是500選100的 就是還蠻榮幸可以進去的 然後剛剛有說到就是 我是 之前有時候台大簡報課 然後後來成為葉秉承老師 跟郎文老師的助教 就是成為他們的小太監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一個超級的勇士迷 然後我是台南人很愛吃美食 好那想問一下在場各位 你們是否從以前到現在 有覺得很難過很失望 或者是覺得就是覺得負能量爆發的請舉手 欸好都有過很好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真的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在四年前的時候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有一個台大生機系的一個女生就跟我說 欸匡毅你待會有沒有空我可以跟你聊聊嗎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欸好就是我待會有空 然後那時候我看他的表情 是覺得有點低潮的難過的 然後我心裡其實有點小小失望 我以為他要跟我告白 沒有沒有沒有開玩笑開玩笑 然後好好 然後就是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發他那時候是剛工作滿一年 然後他前半段是在做生技系相關的行銷 業務這樣子 然後後半段是在當那個老師這樣子 然後他跟我聊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他原本是嘉義女中畢業 然後在指考的時候以一個非常高的分數 考進了台大生技系 那在一般的人的眼中會覺得說 欸他是一個人生生利組 沒錯吧 然後他後來他大學畢業之後就選工作 才發現說哇原來大學生物相關畢業的學歷 只能當Sales 這是事實 然後後來他做了半年之後 他就發現說他不太喜歡推銷東西 然後同時他也不太喜歡那種Social的感覺 所以他過了一陣子之後 半年之後他就決定辭職 然後後來他還好他大學的時候 有時候教育學成 所以他半年之後辭職之後呢 他就進了國中裡面去教學生這樣子 可是他後來是進了一間國中當實習老師 然後他經過這半年之後又發現 天啊他根本就不喜歡這些學生 他就覺得學生完全就是調皮搗蛋 他真的很想把他掐死這種感覺 然後他就發現他對教育一點熱忱也沒有 他就覺得他沒有這樣子的動力 去幫助這些學生成功 然後他那時候就看著我 然後就問了這幾個問題 他就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 然後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 就是只是給他一些小建議 但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整個失眠了 然後我也一整個因為極度的無力感而痛哭 然後那時候我還蠻難過的 我難過就是我沒有辦法 為這些這位朋友做出什麼改變 同時我也很痛恨 就是我痛恨台灣的教育 沒有辦法帶領學生做一個深度的科系探索 那是我當下一個心情 我真的覺得我極度的無力感 跟極度的難過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我沒有辦法做出任何的行動 可是那一次的難過 卻在我心目中種下一個種子 就在兩年前的時候我去逛宅學校 誒知道宅學校請舉手 誒很好大家都知道我果然是同文城 好 然後宅學校的時候就有很多人 然後逛著逛著 突然呢就覺得 就全身有個雞皮疙瘩的感覺 然後心目中呢就產生一股聲音就說 誒試試看做出改變吧 所以那時候我就把這個啟夢想法就是 學生需要科系探索 可是他們沒有方法 那我們可不可以教高中生探索科系的方法 就跟很多的人就交流 說第一個組織 第二個組織 第三個組織 第四個組織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誒你這個想法很不錯 你要不要試試看 那我心裡就想說 騙人 你一定在講一些屁話怎麼可能那麼好 就那時候也不太相信 可是就 就是得到他們的鼓勵就覺得 嗯好像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就是很幸運的遇到一個社團 就是剛剛一直講的Net Impact 社會創新社 然後我也到Net Impact 就是發表專案 然後找到新夥伴 所以後來就找到我們第一批的夥伴 在一年前的時候找到夥伴 可是呢到底要怎麼做 就是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做 竟然來自於其他的傷痛 天吼真的是一個失敗人生 我在進塵納化學系的時候就是 不免俗的就是在每一堂課都要自我介紹 然後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才發現 欸你是職能治療系 天吼這是什麼 欸你是物理治療系 這是什麼東西 欸你是工程科學系 靠這是什麼 然後你是工業資訊管理學系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才發現原來高中生的演技很少 所以第一步驟要幫學生求廣 然後第二個是 我高中的時候很喜歡化學 就是我那時候喜歡到跟強到 我曾經單科拿下全校低音 就那時候的強項有沒有 就是那時候的一個強項 可是我進入大學才發現說 哇我對大學的化學 一點興趣也沒有 同時我對化學系的出入也 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才發現說原來高中生 他們所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 對於其他的完全都不太了解 出入是什麼工作是什麼 大學在教什麼都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第二步驟就是 教學生求生 這第二步驟 第三步驟就是我發現 很多高中生在選大學科系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以偏概全的概念 就覺得說這個科系很熱門 所以我可能就選了這個科系 可是他沒有經過一個 深思熟慮或者是全面思考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第三步驟就 帶學生去求透 那是來自於我 你看 以上這三個都是我的創傷 卻沒有想到成為我想到一個新方法 那怎麼做呢 我們求廣就是 帶學生去了解 18學群 有資訊學群 工程學群 數理化學群 然後接下來讓學生去了解 每個學群下面有分成什麼類 像很多人都以為說教育系 教育學本就只有教育系 很多人都以為 可是教育學本還有包括幼兒教育 特殊教育教育行政等等 原來有這麼多種 然後再來讓學生去了解 每個科系裡面的課程架構是什麼 必修哪些 然後求生我們帶學生去翻大學用書 還有我們的一個招牌達人見面 也就是說學生想要了解什麼樣的科系或職業的話 我們直接幫學生約達人 很特別吧 我們約過有那個編輯 然後有理專 工程師等等的 就是我們想辦法透過人脈幫學生約 然後這個達人見面 我們特別的是我們幫學生認識科系跟職業的美麗與哀愁 美麗的話就代表說你們能不能喜歡這個領域的關鍵 然後哀愁是你們不能接受這個領域的關鍵 可是一般的科系介紹都是講好的一面 都沒有講到哀愁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達人見面 讓學生了解美麗與哀愁 然後求偷的話就是幫學生理清大學科系跟考量因素 還有了解職業的發展 像這是國企系 就有金融Marketing跟Management等等的 那這是一個系統化的科系探索方法 就是來自我過往的商店 想出了這個系統化科系探索方法 然後我們就是有這個獨家的探索手冊 那我們目前就是用家教跟工作方的模式 就是把這個探索科系的方法交給學生 然後也看到了一些成果這樣子 這是一個真人真事的一個故事 曾經有一個女生的同學 她就說她以為她的目標很明確 她想要當一個營養師 可是要讀什麼學校的時候 她完全沒有頭緒 然後她也不知道以哪一間大學為目標 才適合我的 然後再加上她身旁的同學都說 明星學校很重要 讓她更加困惑 而除此之外她在文科的分數很不錯 可是理科分數就覺得讀得有點辛苦 她現在是在不斷的思考說 她選擇營養相關的學系 是不是她真的想要走這條路 然後我們就幫她約這個營養師 她很漂亮 後來就幫她約達人見面 就幫她認識 哪一所大學比較適合她 然後工作在做些什麼 然後她後來的一個回饋是說 有些人會問說她參加啟夢的獲得獅子幫助是什麼 畢竟她本來就想讀營養 確實課程結束後 她也能選擇營養學系 可是她回答這個決定的時候 沒有猶豫 沒有擔心 沒有恐懼 對 然後後來也有我們參加工作方向學生 跟我們回答說 提供了一套很棒的科系探索的方法 她覺得很高興 然後也有在雜學校的時候 就是在便桃子上就寫了 天啊你好爸 那你們可以想像嗎 這些努力是來自於我過往的創傷 是我做錯的東西而已 對 OK 好 然後我們目前 一個在 影響的學生有八十幾位學生 然後去演講也搭過來兩百多位學生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最近一個特殊的一個殊榮 就是得到親子天下教育版的一個肯定 然後他上面寫的 感謝你的付出跟行動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 因為你們的大膽跟想像時間 讓下一代的教育看見更多改變的可能 那我想說的是 其實這些得獎對我們來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剛剛我這些影響的人數 你們可以想像嗎 之前的時候是我的朋友 他因為很迷惘很難過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現在我卻 我就是用一個創新的方法影響這些學生 對我來講這些得獎都不是重點 而是我實實在在影響這些學生 那為什麼要創業就回到之前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辦法改變那位朋友的命運 但是我可以改變未來這些孩子的命運 因為痛過我不想要再繼續痛 好回到之前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是否曾經心痛過 那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優點跟缺點 每一個人都不是完美的人 那這個社會上由不完美的人組成 一定有很多不完善可以值得改進的地方 那你怎樣看待這件事情 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選擇是面對這些傷痛 我真的很痛 但是我選擇去創業做出一些改變 那各位在場的你們 你們可能未來現在或者是未來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傷痛 那這些傷痛都是你們創新 或者是創業的一個機會 這些傷痛也許就是你們的好命 好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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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